这个月初大同电信遭到NCC裁决无法研造 到NCC大门前抗议 平面媒体则报导 政府有意将现有YMAX业者撤照取回频谱频段 诸多争议让NCC主委时事豪亲上火线 澄清不实报导 而且他强调YMAX业者将渴望循程序进阶成为四局业者 说政府要让六家都换不成照之后 就可以把190MHz可以直接这样腾宫处理 从来没有人说过 我不知道从哪边来的一个说法 YMAX争议不断 让NCC主委时事豪亲上火线 开记者会澄清 重申寻法律原则处理 没有剥夺持照一说 强调现有业者都可以正常程序进行四局换招 包含大同在内 所有的六家打卫别经营者 走大门走大路 直接申请竞标成为四局经营者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先有业者要求YMAX就地升级 14号强调YMAX 2.0采用TDLTE规格 并不属于IEE802.161的范畴 业者如果进入四局市场 首先必须更改事业计划书 在明年三月起提出换照申请 而频道经营费用也将比照四局业者办理 要根据无限宽秉阶级业务管理规则的规定 必须修改事业计划书 一旦他们取得四局执照 那非常清楚的 他们就不再是WBA经营者了 法律准许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去配合 9个月之前要提出 我们都在准备 14号表示2600MHz频谱释出的第一阶段 将提供50MHz的TDD频段 重叠频谱的部分 YMAX业者可比照去年四局竞标模式 只要换照成功就能继续合法使用 新台电视胡宋和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